我们现在来画这个不锈钢 还是这种色稿 我去先用这种灰色来去起形 虚一点 这种颜色 就是起形的颜色 不要太过于重 还是浅一点 能看下这个形就可以了 它的点 定点位置 它的高低 这些东西都要控制好了 这个上面 它是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 弧 注意它身体 这个形 这个形的这种宽度的变化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梨 光线从左边过来 物体偏右 不是这个蠢影的偏右 好 这个地方 投影 好 然后这个后面呢 它有一片报纸 它是比较随意的在这个后面摆放 然后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两朵 两朵这个像是葵 这个葵 这是花 这个是花 这个后面的形呢 它是从这儿过来 注意它的高度 这个前面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立面 画一个立面 然后葡萄呢 在这儿 这儿有个小勺子 整体呢 它这个形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 非常简单的 整个它后面的环境呢 它是一个灰 灰的 我就用这个颜色来 来去走 再加点紫 然后再加一点这种灰 绿色 然后红灰 蓝灰 这个好几个颜色呢 我把它调和起来 调好起来 然后整个环境 这个潜灰蓝 这个里头往右侧走 然后它就会出现那种 发冷一点的情况 所以潜灰蓝呢 逐渐我们变多一些 潜灰蓝逐渐变多 然后这个前面呢 它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亮色 大面积亮色 我再调整一下这个颜色 它是比较亮的 它和报纸呢 我们把它做一下区分 报纸呢 它是比桌面稍微亮一点 但是它又在后面 所以我报纸处理灰一些 把桌面处理亮一些 只要两者两者两个白呢 它区分开 因为这个画面里头 没有盘子这些东西 特别白的这些没有 整个黄绿 这个往右侧走的话 发绿了 有发绿的成分 可以加点这个颜色 然后往左边走呢 它偏黄 你看左右的冷暖关系呢 把它处理一下 然后前后的虚实关系 也要处理一下 加点背景的颜色 往后面走呢 我们和这背景呢 把它融合一下 稍微它和背景呢 结合一下 好 这整个这个桌面 那铺到这呢 我顺手直接把前面的颜色给它铺上 那前面铺颜色的时候 我用这个小一个号的笔 它面积小 刷子过去的话 它找不出变化 所以说铺色呢 它这个笔呢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你太大了 像这种小面积的地方 它铺的时候 它就会 直接就会把那个铺的平了 就缺少变化 这种颜色 这种颜色 再往前面走呢 它开始暖的 暖的颜色 这是这个面 就注意这个前面这个面呢 和后面的面的颜色要不一样 要有所区别 眯住眼睛看 我们眯住眼睛看 它前面呢 略微的比后面稍微重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重一点呢 近视远虚嘛 前面要对比强一些 后面呢 对比弱一些 这种对比呢 非常弱 非常弱 因为到了物体上呢 它还有更 对比更强的 所以说 要把握好它这种度 然后这个铺远处的报纸 远处的报纸呢 它非常灰 非常灰 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有这个冷灰的 这个后面呢 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的 到了前面呢 它这个对比呢 也比较强了 颜色对比比较强 这个后面这个报纸呢 我不给它去画很多的这种变化 不需要很多变化 就整一点 整一点大的色块 把它把握住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露出来它地方 露出来这个报纸 它的地方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吧 你看它这个报纸呢 这个颜色和前面 这个桌面的颜色呢 略微的给它拉开一点区别 略微拉开一点区别 好 然后在这个上面 我们铺什么呢 铺它这个后面的这个花 这个花 我换更小一点的笔 因为它面积上面的更小了 它虽然说花呢 它在这个画面里头 这个颜色呢 看上去算是比较重的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 有意识的不要给它画特重 因为它不是最重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变化 稍微注意一下 纯度的变化 冷暖的变化 我们就铺它这个大色块 没有别的 就是色块 很简单 就是色块 往这个右边走的时候 它这个暗部里边呢 就同样是花 它可能会暖一点 相对更暖一些了 这些色块呢 这些色块呢 给上 然后在远处 然后在远处 这些色块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些色块呢 这是一个对比 对比 然后我们再把它这个这块呢 烧上来干一干 然后我先铺这什么呢 先铺它这个 不锈钢 不锈钢 好 调上颜色呢 然后往上面去 往上面去给 左右呢 要它做区分呢 一边冷一边冷 然后黄绿这个颜色 它旁边对周围的这种环境 它有一个反射 有一个反光 有一个反光 注意它这个颜色 越往底部它越亮 越往底部越亮 然后这个左侧它还有一点点反光 这种花的一个反光 非常弱 微弱 非常微弱 也是灰的 它这个不釉钢 它不是那种特别强的那种不釉钢 反光的特别强 它还是有一点的这种 比较稳的灰的这种颜色 这是不釉钢的这个壶 而且这个不好 它是不会 我这个东西 有个人是不釉钢的 只能给 它是不釉钢的 这种咱用去装钢 它是不釉钢的 滋钢的 它这个顶部还有很多东西 这个小的东西先不用去给它考虑太多 小的东西很容易钻局部 我们先不要考虑太多 我们先考虑大的色块 黎的形先不用管 我们先铺底下信封 信封因为它面积大 我们铺色遵循一个理念 从大的色块往小的色块去铺 这样的话能始终都能控制它基本的一个色调 这个很重要 像这块 比较暖 这个信封它纯度其实也不低 两个性格是要给它做一些区别 一个亮一个暗做一个区别 然后底下还有一本书 书它是一个非常重的颜色 但是我们在这儿画出来之后 它就不是重的 它是一个灰色 如果你都重的话呢 压抑了 也是色块 用笔上面放松 用笔上面一定要放松 这个要注意一下 左侧呢 这块它有这个 有这个杯子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葡萄 以及上面的梨 梨那都底下干了 我再画 我先去画葡萄 葡萄让它比较深 颜色比较深 这是画面当中的一个重色块 好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葡萄 这个时候它这个色块呢 它就比较纯纯了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这个远处呢 还有一些叶子 好 然后我们画这个花 花呢 我前面这个纯一些 啊 前面这个稍微纯一点 纯度高一点点 啊 就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要赶鱼 就是把这个纯规关系呢 也要拉开 啊 纯规关系拉得开 然后这个 这个 明度端关系呢 也要拉得开 啊 这个远处这个花呢 还弱一点点啊 一定要拉开 啊 这个笔触上面放松啊 放松一点 然后这个最右边 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点点这个纯色啊 就橘子的颜色在这里 只有这样 它这个反光呢 才会 才会反射上来 看这呢 有一个小橘子 好 这块呢 我们先让它干一干啊 因为这块是一个雪梨啊 非常的 呃 纯啊 纯度非常高 然后我们先画一些其他的投影 先让那块干一干干一干呢 一笔下去 把它那个 雪梨给它压出来 啊 这个时候你看 你看它这个不论是重灰关系啊 它最纯的啊 包括这个是最纯啊 这个还没有画 但是 它应该是多纯啊 多亮 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有了 然后其次这 啊 这样的关系 然后最重的 最亮的 这些关系呢 已经在脑子里面要 要安排好 然后我们先来画这个勺子 勺子呢 它就是一个弯 这个弯 这个弯 这个注意这个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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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勺子 它颜色呢,它是很重的 然后我们画这个投影 投影整个画面上可以适当的浅一点了 因为它整个画面上面它还是比较清淡的 加这个小的投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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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头呢,投影啊 好,包括它这个后面 后面呢可以不用画太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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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它干一干 我们把它这个雪梨才化上